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包装还是非常精美小小的 盒子峰会是以假面骑士胜任勇气之龙做封面 而且也是做镭射效果的 真的特别好看 星光版第一代 这一次的人物可谓是假面骑士热度非常高的产品 都是特别特别有热度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产品定位特别准确 不光性价比做的便宜 而且整个人物选取的热度也是做的非常高 这一次通用素体提高了本身产品的一个玩法 每款呢它是附带了一个人物卡 还有一个通用的灰色地台 这个就不多做展示了 首先呢先从这个修卡战斗员来介绍 首先呢头部的关节 整体呢是一个球形关节 手臂的关节根部是一个球形的一个旋转关节 手肘的一个活动性平转 包括手腕的一个关节 这一点拿捏的都很舒服 腰部的这个位置呢有腰转 然后呢因为是球形关节有一定的活动性 腿部呢前踢 后踢 侧踢 几直度呢都非常尚可 那这个战斗员修卡的这个细节呢 面雕的一个撕印印刷 整体的一个清晰度啊 拿捏的也非常好 整个的身体上的一个撕印印刷 包括腰带上浮雕的这个细节 真的是很细致的一个感觉啊 假面骑士新一号 整个产品的面雕呢 它是通过几个分件来做成的 但是整个的一个细节呈现度啊非常好 包括面雕上面金属色的一个分色 也是同样做出来 复眼的一个细节呢 有很细致的一个细节刻画 撕印的一个印刷 包括该有的一些细节上的刻画 素体的一个表现呢 呈现的是非常完整的 虽然是一个Q版造型 但是我觉得这个神韵抓的是一点毛病没有的 假面骑士01 高月飞黄 那这个颜色还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呢也是在假面中非常扎眼的一个配色 整个胸甲的这个撕印印刷 和腿甲这种撕印印刷呢 整体的一个颜色还是非常鲜明的 假面骑士空我全能形态 分件量还是做的很细致的 包括呢 小臂甲 领甲的部分 还有外侧的这个金色呢 都是通过分件完成的 腰带也是有撕印的一个印刷 假面骑士圣刃 勇气之龙 那同样呢 这款隐藏呢 是假面骑士十圣刃 也就是一个金属蓝色 有点见面色撕印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原色会更好看 因为它整个的配置还是非常强的 首先呢 它配置的这个武器部分呢 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撕印印刷 肩甲上面的这个龙头 眼睛上面也是有撕印印刷 左右手呈现的是不一样的配色 也是还原剧中的一个形象 面雕部分呢 也是呈现的不对称造型 整体上面是有这种撕印的印刷 包括额头上面的这种剑盾的一个细节 刻画的非常好 腹部的一个细节 腰带的呈现 包括裙甲呢 呈现的这种不对称的造型 真的很帅的一个效果 假面骑士空果天马形态 那这款呢 相比较于空果的全能形态呢 整个的甲咒部分呢 从红色变成绿色 当然仔细去看的话 它的甲咒呢 还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肩甲呢 呈现的是不对称的一个造型 而且呢 专配的一把武器 也是还原剧中的一个造型 假面骑士几乎 马格南推进器形态 那之前在群星版呢 也是出现过这个版本 群星版呢 可能身材的比例呢 更加的纤细和高挑一些 而这一次的星光版本呢 我觉得更符合 喜欢Q版造型的 整体的这个几乎分色呢 是呈现的非常丰富的 该有的一些细节表现呢 私印的印刷呢 一点都没省略 配着武器部分 还有整体的分件啊 小的喷气口 后面的飘带 它都是有细节上的一个刻画 包括腰带部分的一个呈现呢 都拿捏得非常好 这款呢 也算是这一次 星光版本中的一个佳品啊 假面骑士立为暴龙基 这款呢 是我这一套里面 最喜欢的配色 我本身呢 特别喜欢粉色 而这一次的粉色呢 确实调配的非常舒服 整体第一眼的那个感觉呢 就是最终皮套的一个样子 嘴部纹路的一个刻画 还有很细致的 额头上的一个细节呢 都拿捏得非常好 胸口的这种浮雕和私印印刷呢 呈现的也是很细致 包括这种大腿部分的这种抓痕啊 整体的一个颜色的一个紧凑感 我觉得控制的都是蛮适中的 整个蓝色的腰带呢 泛着一点金属的一个光泽 整体的一个视觉效果呢 是非常拿捏的 最后一款呢 是假面骑士维斯暴龙基 这款呢 和这个立为呢 我感觉有点相辅相成吧 其实它 我最喜欢它的感觉呢 是它脖领和额头上面的 龙头部分 它这个塑胶原色呢 虽然一眼可以看出 有一点水波纹的一个效果 但是说不上来 它这个塑胶原色呢 和主体搭配起来的 一个视觉效果呢 还是非常和谐的 就是有一种金属色 你看够了 突然看一下这个塑胶原色 一眼小清新的一个感觉 这点也是 说不上来 我觉得我的视觉审美 稍微是有一点怪 我觉得这个塑胶原色 其实挺耐看的 然后外侧的这种 枪铁色的一个造型 包括 面部的这种C印刷呢 拿捏都是非常成功的 胸口部分的这种浮雕的细节 肩甲瘦大的一个造型 包括小腿甲的一个造型 臂甲的一个细节呢 都突出整款人物的一个特性 然后包括尾巴上的一个C印刷 对整个产品呢 都有着一个不小的一个提升 我觉得造型上面 抓的真的是挺准的 它的定位呢 不光适合孩子 也适合成年人 把玩把玩布鲁克 这个Q版的造型 我相信 你和我会有一样的感触 我觉得不管是人物的一个特征 和细节方面呢 布鲁克虽然 做的是一个Q版造型 但是人物的一个形象 和整个的精准度 拿捏得非常好 不同于之前的群星版呢 这一次新冠版呢 主打的是一个性价比高 整体人物的一个细节 也是很丰富的 不管是选角也好 还是整体的一个评装手感 都是呈现的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趋势啊 还是挺推荐给各位的 那今天视频啊 我们就做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